非常针对啊 直接是把100%胜率的 伊德菲尔跟辛德拉全都搬了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英雄面对套博还是不能放的 虽然就是这个英雄没有之后 现在版本其实踢的一个中单选择应该是卡牌 因为这个英雄可以去带动一个节奏 现在好像这中路就是能跟边路联动起来的英雄是最强的 比如卡牌加聊这些 来 选择先去抢一个卡丽斯塔 之前艾波的卡丽斯塔刚也没有提到过五场80的胜率 在之前他们首次放出维鲁斯的那个BO3也是发挥非常出色的 那这样反手也是要去抢这个版本非常活热的熊 熊也作为上野都可以摇摆的英雄 在红色方打也比较有优势 那看看熊完了要不要直接拿艾希 对 其实我觉得艾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打现在是优势嘛 而且比较克制卡丽斯塔 对 就是打海斯塔是特别优势 对 而且也是直接最近感觉 其实比赛里面就弗里尔卓德的英雄都很厉害 什么艾希不龙狗凶 那天不还出了个猪妹 猪妹 对 辅助 没什么问题 把艾希在第二手锁下来 而且因为卡丽斯塔的特点存在 导致就是即使拿到艾希 你也不太好去用软斧或者塔姆这样的英雄跟卡丽斯塔配线 因为毕竟卡丽斯塔的特点还是他要配合像锤石或者宝石这样的英雄 还是要打一下进攻吧 这手拿了一个男枪 看一下追卡这边前面妖机使用的很出色 但是先不出中单 拿一手宝石 那这边感觉又是之前那套体系宝石加卡丽斯塔配冲阵的阵容 牛 牛在10.14是得到了加强 异技能的CD是每集都减了两秒 我感觉这个牛如果选下的话可能是提前来克制VG这边可能选凯南的一个选项 就是把你进场的 顶出去 对 最后是锁了卡牌大师 拿了卡牌之后 后续的一个塞拉斯这个英雄我觉得可以考虑搬 还有个卡尔玛 因为其实现在塞拉斯可以去偷卡牌大招跟他一起游子 我们那卡尔玛也是一个配男枪比较好的一个英雄了 当然我觉得在红色方把凯南搬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或者就说涛博这边熊直接要去打野 然后这边给369拿一个坎南来打上路 先搬了塞拉斯 VG这边可以稍微限制一下辅助吧 其实我觉得VG这边反而是可以考虑性 清刚颖 他还在搬上路 那只有清刚颖贾克斯吗 因为这都是配合那个卡牌的一个单代英雄 然后这两个搬了 其实我觉得一边这个阵容很怕猴子 就是涛博这个阵容很怕猴子 搬了勒弗兰 因为都是没有位移的嘛 对 包括如果你说第五手把贾克斯搬了 这边猴子出也比较适合 搬了天使 其实主要VG这么搬人的话 如果把这个熊腰去上路 他们这两手搬位就感觉有点可惜 选择在补助的位置上 巴德应该会好一点 巴德对线的 巴德打宝石是不怕的 而且他也可以提供一个先手 还有一个反手 能力也比较强 给熊最后留摇摆位嘛 就是如果你选的英雄 比如说你把天使搬了 你真的要选奥恩这样的英雄 熊就可以直接打上单了 对 而且涛博自己把塞拉斯搬掉 如果VG这手出奥恩的话 他们会比较安全 是 这样奥恩选完 其实熊对剑 如果打上路也没什么难度 看一下中路怎么选吧 我感觉这奥恩索下来概率会比较大 因为毕竟现在 靠波只有一手就把熊腰去上路 然后出一个巨魔来打 炸弹人 龙王 两个思路嘛 炸弹人就是你游走我推 龙王就是我跟你一起游 是 因为现在这版本看起来确实中单的游走英雄会比较强 好 来了 本赛季首次出场的炸弹人 也是在路人局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用来打卡牌 就是你游走我就叫心地过来把你卡拆了 而且炸弹人手很长 这边船长其实我觉得不如铁男好 铁男可以稍微陷阱一下奥恩那个发挥 但还是拿下来确实也是给自己后期补一手AOE吧 因为确实爱希跟卡牌这两个英雄的AOE能力不太好 而且打团的伤害没那么高 再加上船长其实挺限制炸弹人的 因为炸弹人本身手长的情况下 船长这个大招是无限距离的嘛 所以限制一下炸弹人的输出 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真的选一个铁男这样的英雄 没有人摸得到炸弹人 就巴都开不到就没有人摸得到了 只能依靠那边卡牌飞后门 但他自己就比较危险了 是的 而且炸弹人也是 LCK之前超位拿过一次吧 然后这也是我们赛区的首次选用 挺期待他今天发挥的 炸弹人其实就是自从某一个版本开始下路炸弹人火为阵之后 就不怎么上比赛了 其实我之前在新德拉大火的时候 一直在考虑为什么没有队伍拿炸弹人来打一个新德拉 因为其实我记得在S3的时候 当时新德拉是一个无解的存在嘛 当时的一些队伍开发出来的体系又用炸弹人来打 因为我的手比你还长 后来炸弹人这个英雄支配了整个S4赛季 成为了解说最讨厌的英雄之一 因为只要有炸弹人这个比赛时长就长到你不能理解 因为这个英雄的手塔能力还有发育能力真的是有点太恐怖了 关键他现在这个版本 他还可以去定点爆破一个防御塔 其实这样对队伍的推进节奏也是有帮助的 对 但是炸弹人的问题也比较明显 就是首先他在前期的作战能力不是很强 然后他需要比较长的发育器的同时 这个英雄战队比较笨 他不是有很强功能性的英雄 他的技能很痴迷中率 然后团战的上限不是特别高 他的Q其实说实话真的挺不好中的 来吧 今天的第一场对决 危机是选择蓝色方 而陶伯是在红色方 最终熊还是摇到了打野的位置 之前也是有职业全球 接受采访表示说这个熊 打野的话可以有效的解决 比较笨的一个问题 感觉熊打野的话可能跟聚魔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就是清完野之后空图嘛 空图为主 10.14也是把熊打野稍微削弱了一下 现在打不得在打野怪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这个回复的限制了 原来只有小兵友 没意识到 今天符文还都是常规的待法 翻书的卡牌 然后强弓的熊 彗星炸弹人 但他父亲带了一个启迪 确实现在就比赛中的中单 没有什么带气定神闲的 但他这样其实会比较缺蓝 但是他这样有小兵去制 推线的速度 推线是可以的 他都没点小兵去制 会不会 他也没有点饼干 他如果点饼干的话 应该会带那个腐败药水出门 就是时间扭去补迪加那个饼干 要我看一下 可能点了鞋子吧 就比较偏发育一点 鞋子加减CD 这种 圣洁东西 所谓扭掉了第一个Q 但是万简齐发还是重了 两边打野的话 都是自己的蓝buff开 看一下后续刷的一个洞向 其实我感觉这场两边打野 应该是前期不太会去关掉下路 上路 因为确实上路这两个英雄 你都不是很好配合 奥恩可能还可以 但是船长 船长可以解控 解掉之后就撩了 前面预言加两个Q 还是打得比较准 对 感觉预言加最近这个熟练度很高呀 巴德的 Night这边是小兵去制 加时间减去补迹 还有一个秒表 现在有个灵光披风 确实打线的话压力感觉不是很大 因为炸弹人其实要想配合干客 除非是W把这边卡牌炸回去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吃 对面给不给机会 对 而且 你先手 直接来了 雷大哥这个位置被眼看到了 看到了 再看 等了一下 没有吃到这个E 也是给你点个赞 熊之变也是下半区刷完直接到三级之后来了一波比较早的干客 不过卡哥是把自己的下半区全部刷光了来上 所以他可能在第一波刷完之后不会对下路有什么保护 下路二打二来讲 套部要稍微好打一点 这个 艾希加巴德 其实对卡利萨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两个人的减速的 巴德那个平A 对 有被动也带减速 有莫灵的时候 就卡利萨很容易就跳不起来 不过看吧 VG我记得他们上次拿出宝塔组合的时候 他们更是一个偏打团的一个打法 上路过来 这个时候想动这个奥恩了 三级四级 Cube在塔下看怎么操作 仙脚闪现反向撞回塔 这样的话熊扛了防御塔 两个人伤害不太够了 这波Cube移形换位之后 三续主持人再Cube一下 要等防御塔的加热重置了 这波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 卡牌这边一直在找机会 要不要TP上来帮助一起跃 我帮我控一下河系 因为现在卡萨的血量不是很健康 不过看样子回了口血 要不要再来一次 Cube这不应该是要走了吧 这再吃这个线 哎 男枪上来掩护了 赶紧吃 那这波其实感觉VG是赚的 因为前面他是用自己的上单的闪 去换掉了卡萨的闪 前期我觉得打野的闪现还是挺关键的 毕竟干客的时候有没有闪现 其实就是对面关键的时候一次就跑了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牵手空的 尤其是熊啊 对 就这种笨笨英雄更吃闪现 刚才Cube这波往塔外闪的一回来 也是让卡萨刚才有第一波伤害打不到 下路卡列萨这边先回家了 也是确实对线不太好打 而且两边辅助都有回复的情况下 明显在消耗上右边要更舒服一点 就是两边下路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和平发育的时间 毕竟进攻的压力是在艾布尔跟杭这里 但是我如他们如果进攻的话 可以被这边套过下车刷则化解掉 卡牌黄牌定掉了 但是J卡没拦了 南辰应该也没什么办法 不过这边奈克也是回过一次加了 J卡还没有回过 他点了饼干对他是饼干加鞋应该 就是究极发育 因为你说他没点七顶神弦嘛 没办法饼干也是三块 比方下点蓝 一般不点的话中端可能都是要点一下饼干 不然的话可能太缺蓝了 下路这里 艾布尔已经回归一次城了 是 他J卡拉我这边也是点了一个饼干 目前为止续航能力还很强 这个天赋虽然是重做过一次 应该说算是小小的虚弱过一次 但还是泛用性太强了 对 毕竟其实我觉得对对线切的一个加持太高了 有六 想动 开大招了 命运飞过去 Cube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风向延系 没有顶黄牌 但是男枪就在身后 这波最终抓Cube应该是又以失败高中 是的 艾克斯这波的一个嗅觉很敏锐 但是其实就算他不在 这波感觉也是杀不掉的 是的 但是队友给雷达哥提供了信息之后 直接动龙 这卡牌第一个大招用掉之后 其实对于危机来讲下路会打得舒服一些 对 很开心 对 因为你一般来讲卡牌这个大招要是不交 下路就算能推线也不是很敢一去推 对面又配合过艾希 对 你在卡牌没大了 因为其实卡牌大招嘛 就你捏着的时候才最有威慑力的 是 而且他第一个大招 如果他放掉之后还没有干干到人 那其实对于套波这边的节奏来说是非常伤的 这样前面 我觉得当局势完全稳住的时候 对危机来讲 稍微舒服一点 嗯 危机这个中野毕竟是比较吃发育的呀 就是如果一直跟你刷刀的话 危机这个中野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第一条龙虽然是早早就空下来了 但是空的速度不是非常非常早 对 而且其实现在第一条小龙对于整场比赛的一个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我Q到了 这个位置 艾波被粘住了 可能要被打闪了 所以这小弯道减速跟闪要杀了 差一下平A 哇 刚说完下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一波闪慢了 而且是预言家的一个预判啊 这个位置刚才有一个眼位 看到了艾波爱回程 所以走过来往前Q了一点点 直接是把艾波爱Q下来了 找到了一波机会直接对线抓到了一个落单的 感觉这波起艾波爱早一点交进化交闪应该是可以走 被粘住了 再交闪就来不及了 但可能就因为离塔比较近了 这样尝试一下 小弯刀太关键了呀 这个比尔吉和弯刀直接粘得走不动道了 再加上艾西 所以直接 他会因为下路打开了一点点局面 舞刀是有压制 而且也多吃了一层肚层 这样卡牌 下一波有大招的时候 其实艾波爱要更加小心了 闪现交掉了 上路藏个桶子 打一套 连抓两波的一个成效 就是这边369对于Q 不是有一个十几刀的压刀的 他现在感觉这个炸弹人选出来推线的情况 不是很理想啊 鼓励波装备看一下吧 他其实等级越高清闲越强 卡牌马上有大 这波下来巴德是可以在这开动的 直接一个神剧旅程过来 感觉这两个人 要出问题了 杭只有五级 收回来正面想反打 一个大招定住了 艾波爱没有伤害了 但南枪过来跟上伤害 再看到这边一个守护者挡在了 南枪大招站在软程中 这边一个大招 上方艾地一环一双 艾波爱应该也走不掉 宝石刚才已经被卡牌解决掉 那最终卡牌是两张牌 收下两个人头 是 刚刚杰克拉夫这边贴脸 放了一个大招 但是直接行挡在 Liveway前面 也是没有让AD吃到 所以导致他自己是被换掉了 而且危机的选择 也已经很正确了 他们自知下路 走不掉的情况下 只能是反身换杰克拉夫 是 不过那宝石的第一个大也交掉了 因为宝石这个大招 没打没打 刚才5G 卡利萨的第一个大交掉了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但这波打完 其实这个下路对线 本来就不太好打的对线 现在更加难受了 确实 有 涛博这个钟眼 他们前期的做事能力太强了 相对于VG这边 他们的钟眼更偏刷一点 不过等到架带人刷起来的话 其实涛博这边正面 要想碰到他是比较难的事情 是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选船长的 意义 关键性了 对吧 船长这个大招 还是能限制一下的 老师这边终于升到6 但这个时候 在先锋刷新的时间 两边的下路 依然在下路进行对线 对 VG这边应该是想撑这个先锋 但是目前为止 他们的下路是动不了的 线推不过 上路线也推不过 是 从这边过来 惩戒把自己的F6收下来 这样南枪好像是通过那个视野 看到了船长在回程 而且369的船送还差一会儿 直接取消了 这个位置 冰线已经进去了 不知道船长走没走 X这边打到一半 看到了369过来 巴德在往这边靠了 不过后面跟了一个 卡斯塔加有宝石 VG这波的下路会先过来一些 所以X应该是有绝对的把握 在人多的情况下 把这个下路收下来 五个人 还不错 这波其实本来自己上路是被推线的 但是利用了一个比较早的运营转线 把这个下路前锋先拿下来了 这样一会儿配合炸弹人 其实中塔几乎就可以推掉了 对 炸弹人拿下路前锋 真的很开心 炸弹人那个炸塔的血量 其实还挺高的 这就是只能说有一点要小心 就是不能在巴德 在附近的时候放那个下路前锋 要不然那个塔会被禁住 对 巴德老扛这下路前锋了 这手下一条小龙马上要刷新 爱希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破败在手上了 如果这条小龙威脚想争的话 感觉不是特别的好 是而且这个时候卡牌装备也很好 CG鞋时光加一块秒表 对 这个秒表其实我觉得很关键 秒表就可以支撑 它这个大招可以飞到一个后排 所以这个龙威脚应该是要放了 你可以接受吧 因为你现在图放也没办法 打369的发育好好呀 11分钟三下 是啊 这把队有三项了 这边下路想打 西翔打击飞 杰克拉布这边闪现差一点 回身一个大招定住卡丽斯塔之后 杰克拉布回身一个大招 把小航的闪现打出来 卡片这边开大招 一个Q闪定住小航加平A 近乎是用自己所有的伤害杀掉了辅助之后 熊再过来停毕的防御卡 帮助队友再收卡丽斯塔 他有人飞过一个大招 但是空掉了 最波打了一个零换二 预言家有点太关键了 预言家两波都是大招 定住了AD 预言家有点太关键了 爱波其实刚才 我不知道闪现好没好 但是那个角度 他如果交闪过这个巴德的大招 可能有机会换掉爱希 但是确实自己往前交闪也是必死的 对 其实从第一波兑现的时候 开始感觉预言家这个巴德 现在熟练度真的是有点太高了 而且今天手感也好 这英雄其实有的时候手感好 对 因为其实你对线的时候 一级Q两个人 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拖败多一下打成半个 这个时候闪现还没好 吸过来 然后大吐了 这个角度确实不好闪 他只能往后闪 但往后闪就导致 跟不上卡牌 会被卖掉 这个Q闪A 然后熊进来平地防一场 中路放先锋了 巴德在 不过巴德是大招最近还没有好的 是的 撞一头 定点爆破的 已经可以撞掉了 对 血量已经到了 炸弹赶紧过来 炸掉一塔 毫无办法 那卡牌的塔先被推掉了 现在Night这边会比较难受 而且这样从 这波开始 下一条小龙 危机的视野就会更好做一些 是的 不过爱不爱这个位置 走过来坐了个眼 看到了对方的F 比较谨慎 嗯 不然自己下了塔的层数也不多了 如果再被击下一波下了塔 应该会直接被平推掉 是的 那这个总体打了14分钟 渡层掉的时候 奖落后了3000块 其实对于淘宝来讲 是自己很熟悉的节奏啊 是 赛前同学给大家说到 就是这个队伍在15分钟领先的时候的胜率 跟继续拉开经济的能力都非常恐怖 对 他们只要在前期能领先到一定经济 在十分钟的认识可以快速扩大的 而且他们应该是现在联赛里 在大龙区附近做决策做的最好的队伍 嗯 哦 当然我觉得威武做的也很好 哈哈哈 我想了一下 之一好吧 嗯 解说 严谨 解说老 老职业用语了 嗯 下楼塔直接被推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甚至套路里边直接把双人组放去中路就好了 嗯 因为卡牌在没有塔情况下 一个人站中吃线真太危险了 是 但是现在只要奥恩不在正面 其实危机里面也开不起来 嗯 没什么控制 对 靠下楼双人组 是把这个宝石跟卡丽丝达 变成只能被迫打团了 对 对 你现在期待他做事 他是做不太了的 不关键之类 这个组合打团力还很强 嗯 毕竟有凯斯塔在 能保证保持的大招是一定可以落下来的 X这把 X这把刷倒是刷得很舒服 等级已经领先 而且我今天赛前看了 他们乱克记录嘛 嗯 A师傅最近几乎打野就直播男枪 对 两个英雄 偶尔什么搞 搞把上单 对 但是几乎就抱你男枪 抱你男枪 来回玩 找我期待的一点 他最近还玩过雪人 玩了两三把 大 又大到了 熊就在边上 开一个隧道 直接来到卡帅 这边卡帅上 这边往下交闪现 一个QQ到两个人 我的天啊 预言家 一见命中之后 爱不爱往后跳路 这卡帅 就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宝石 也没有办法救下自己的好兄弟 哇 预言家这场神啊 这个巴德 这控制链衔接得也太好了 他是R完 等你交闪 他又Q到两个人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小嘛 其实Q到两个人 还是 算是 感觉没有之前 那么夸张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 透过这边 能于控制链接得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闪现 已经很及时了 但是及时下来被Q了 然后那边爱希锦 跟了一件 然后下来一个黄牌 这边其实后续感觉 这凯斯塔 有点毫无办法 除非先交闪现 躲巴德大嘛 他这个时候有闪的呀 嗯 他这个时候往左下闪 他可能觉得能跳出去 这隧道开过来 哇 没醒 人没醒过来过 对 人就没醒过来 往右跳了一下 这就传说中的空道死了 对 分别是什么 巴德大 接巴德Q 接熊 接爱希大 接卡牌黄牌 那我觉得这一场可能 这个干锅 是不是要提上一下日程 因为毕竟宝石这个日程 他是可以出干锅的 是 但是 怎么说 这个时候 我在想 如果让艾伯瑞自己出水赢的话 他本来发育就不好 他有个进化嘛 凑合用一下 感觉不够 我说实话 控制太多了 刷土龙 这波是奥恩第一次跟队友会合 奥恩看了一下卡丽萨身上的装备 流下了眼泪 再看了一下对面AD身上的装备 这波还 还没有更新 对 这个位置又丢到了 宝石被炸了个桶 宝石跟他要死 闪现烈火刀法 一刀打死之后 再定住奥恩 奥恩这边也躲不掉 而且 艾伯恩进来也没有办法打到输出 反而把自己计划打出来 X这边R 打出自己的枪位猛冲之后 还想往下走 卡牌闪现过来 李光皮肤再接一个 是聊加斯定住之后 蓝枪也走不掉啊 最后一张 被动牌 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哇 预言家 这个Q又再一次成为了关键的先手 当我们以为 可能艾希是这个团队 又飞打飞到上面 艾伯恩是没有双招的 WQ连招打完之后 追着A 下一步的选牌 马上就好 尝尝再给个大招 免得夜长梦多 最后一个选牌黄牌 拿到这个人头 因为伤害也算得很准 黄牌丢出去之后 直接回头了 真男人从来不回头看爆炸 哇 这波打完之后 我感觉 WQ其实有点难打了 虽然大男人发育的还不错 但是他这个装备 已经不足以支撑 整个团战的一个伤害 包括防守了 打完感觉WQ威了 对 上一波的话 由于艾伯恩在那个时候 上一波刚刚放了大招 刚刚也是没有大 可以去把杭救下来 然后导致被逐个击破 来看一下 预言家走上来 一个Q 三轮就反应很快 桶子炸出闪现过去 一刀火刀 然后就是失去了 上辅之后的单方面追击 我这闪现人家治疗 对 因为卡牌带灵光披风 这个治疗是艾伯给他的 就是哥们你不够快 我再让你快一点 本来闪现灵光披风 然后再来一个艾伯的治疗 跑得很快 南枪这边像猛冲也不行了 是 这一项奥恩看了下 两边AD的装备 更得哭了 怎么打完对面 变成一个罗安娜飓风了 就我觉得现在 对VD来说 最难处理的 都可能不是JKL 而是Night这一边 这啥装备啊 18分钟 巫妖时光 加一个大棒 就这么长 他读书读得比较慢 现在JK刚出来 他中亚开 他苗表开过吗 他就卖了 开过 在下路那波开了 战然这里 应该是要做女妖吧 其实 我觉得他可能 上更拼一点 会不会也好一点 因为其实感觉 碰到他的人 并不是很多 就做个鬼叔什么的 对 拉一下输出 因为现在他们的团队 整个就比较偏 没有伤害了 因为卡萨这个发现实在太差了 而且对面有卡牌出女妖 其实挺 挺浪费的 对 卡牌一个大招 直接把女妖过了 踢过来一个大 没有大树陆地的奥恩 加战然一个大奥恩 回身回撞的羊 终结到这个人头 但这个人头竟然被小航拿到了 有点伤心 心态大崩 心态大崩 家里好不容易吃顿肉 肉叫辅助吃了 对 这波机会找的还比较关键 可以稍微断一下逃步的节奏 不过那现在经济差也有六 前有点太难拉回来了 这个地方巴德 没有Q中 拉了一个墙直接跑 那他这波也是玩的比较飘了 都大招飞二塔去飞炸弹人了 那这波比较干燥 没有任何资源可以拿 这样到了马上龙魂的时候 这场主要是前两条龙 第一条算是危机有点小放的意思 然后第二条是控不了 但之后的一个形式失控了 第三条直接接崩了 对 因为很多队伍 其实前两条龙放的都是比较多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阵容来选择 但是你第三条如果没接住的话 感觉对面龙魂太早 他们其实后面就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阵容打出来了 尤其是有的时候 男枪会选择前面放点龙 就是我用龙换我自己的发育 反正我是偏打团的这种射手型的打野 他这把感觉两分钟之后这个决战 这是必须要接的 但是两分钟之后 这卡雷斯塔的飓风应该是做不出来的吧 369这装备也太好了吧 看一下结果回程能不能买出来吧 一个黄差 还行 差900块 应该来得及 他现在就说打700块吧 多莱顿卖了 对吧 强行打这一波 但是其实你说他买出来之后 船长这个大招 其实对于凯瑟 他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限制 对 所以这个船长 其实我觉得就因为有这个大招 所以选的挺好的 主要39这个装备有点太豪华了 40%减CD 对啊 21分钟 两个这么贵的大件 留住了Q吧 但是连筒没有连得很好 又一个Q又留住了 原家这把确实手感好啊 自己也出了个皇冠 在一波小龙团的话 两边应该是除了杭 是基本上招都在的 不算TP的话 投一套宝石 维身 炫光 被逼了闪 怕被一闪 但是随后宝石被撞出来 大招炸到 在看到这边一丝血 被I1拿到人头 两个C位 一人劈了一波 I1这个位置 自己太危险了 被卡牌拿到人头 实际上是追击的情况 四辆这边顶在前面 奥恩反手 叫一个杨 这个杨从侧面来 但是杨还没有说 这二段宝石就已经被击杀 原来这就是船上的肉身开团嘛 确实 硬勾引了一波 这波直接勾引到双组上当 而且这边I1直接 把闪线都交掉了 导致后续队友来的时候 彻无可撤 是 哎 原家这边排演 X想动 烟雾弹 一过来 但是距离不太够 而且队友就在身边 原家这边挂一个虚弱 给自己一个W 往前继续追南枪 已经打出向外猛兽 卡牌又要交闪吗 没有 这样选择是 四个人先去动龙魂 但是 目前卡丽萨和宝石都已经复活 这个龙魂可能 赶不到正面 要靠X下去抢了吗 淘宝这边选择 让有TP的人先回家补装备 然后再踢回正面 船长一个桶子 炸到了Cube 再一个Cube Cube这边赶紧往后 将赤裂冲锋 龙团一触即发 Jeklub也来到正面 卡牌这边踢到了右侧的位置 蓝色是被发现的 对方还没有打龙 大弹人是有大招的 龙坑这位置还是比较好发挥 而且 VJ落后这么多 但X等级是没有落后 他们还有一定的抢龙机会的 看下大招没抢到 龙魂到手 团战要开买戏 这边闪现过来 保护队友 带一个熊球球 就跳了个满的 这样熊配合卡牌的进场 已经巴得开 一个侧面的神奇隧道 来到了蓝buff处 节目团战在团战 大招的最后留人下 应该是完成了零换五 这个团战美如画 而且巨大的领先 其实让维系真的毫无办法 对 他的这种其实还需要打 下路起码有点优势吧 刚刚那波去的下路双组 都没有大招的一个情况 他们的一个功能性 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正面 套扑把团开得这么好 感觉VJ正面 连收拾空间都没有 是 这样大龙加高地 我全都要 24分钟 龙魂加大龙 这个局势 对于危机来讲 已经非常困难了 想一下有没有翻盘点 因为一般这种局势 基本上就是很难了 感觉船长太肥了 真不行 对 如果上了不是船长 可能 比如说上了是个鳄鱼 什么的 好吧 还给他点 觉得船长太肥了 真不行 这位置又是 巴德 大招没有留住人之后 Jack Love 这些什么大招 估计你所有人 全部变残绝 卡子还没死 对 船长是最后放大 大招去留人 一键中了 有干锅 干锅解掉之后 这是要强行进去一波吗 大招不让炸弹人回家 大住了 保时圈光保一下 筒子压起身压得非常棒 而且船长大招又落下来了 哇 这边表面杀 杀这边炸弹人 但是顺手杀了一个滑板鞋 双鞋直接倒 这边留住了行 好像想看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落下来 因为Night收获一个三杀 这边奥恩这个大招还不错 但是身边已经没有队友了呀 而且好像有人不想让他回家 卡牌这个位置 一直在卡牌回去的位置 黄牌没有地先切出来 哇 筒子炸了一下 还好有泉水的强力回血 但是最终25分钟 套博应该是还 刷一下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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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还是成功地拿下比赛的胜利 但是还是卡哥比较稳健 每次都是队友在打 他应该在A打 你看那个团队的语音里 卡哥每次不要不要 不要虐钱 不要虐 拆拆拆拆拆 不要不要 每次卡哥都是这个角色 只指挥了我自己 是的 就说明队里一定要有一个这种 稳健的 稳健歌 对吧 这样我们也是 恭喜套路 我觉得这样比赛没有太多 可以让威脊抓住的失误 对 其实我觉得在第一波 Night飞上路没有抓到人 对于威脊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了 他们当时其实是有办法来选择 去打开一些局面 但是没有办法 他们中单是个炸弹人 打野是个男枪 没有什么做事的能力 就是让节奏让得太太过分了 然后下路对线被击杀了 对 这把我觉得预言家的巴德 虽然双C的数据很豪华 但是优势基本都是预言家的巴德 带着打吞 是 尤其是Night 我觉得数据已经非常华丽了 但是对吧 手子哥上路一波 为了让我兄弟能打野回机 上路硬飞了一波二塔 六个头 一千块钱给了宝石 确实 巴德好像没死过 没死过 卡牌死过一次 然后船长也没有死过 是的 但其实这一场 感觉三六九真的就不知不觉 在上路自己默默的发育 发育的这么好的一个装备 不过在下路那波是给了几次大招的 对 而且因为真的就是男枪加炸弹人的这个组合 船长一次都没被抓过 你想一下船长 全程就是单机游戏 而且打一个奥恩 一打一 单机游戏 就是补兵加推奥恩的线 是 玩得很舒服 这要再有行切预兆 感觉奥恩 直呼不想玩了 我觉得总体就是硬实力上 依然涛博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然后没有给维基什么机会 对 各个点位 这场表现来说是碾压的吧 我感觉就是上下路 上路这边可能对线还算是可以都发育下 但是下路这边确实对线是优势 然后是有碾压的 我觉得你不能跟他玩磨叽的 就是你跟涛博打 你看威武打涛博的策略就是 前期要抢节奏 对 可能也是吸取了此前 就是威武打涛博 用卡利斯打下路打出优势 但是还是要保持这个走 本身就是一个偏打团的主 是 因为那天我记得威武是卡丹萨 加垂石第一局 然后狂杀那个渝炎加泰坦 对吧 这局反正 但是他今天没有玩泰坦了 而且今天也没垂石了 对 今天这个巴特发挥很出色 是的 对吧 所以说总体来说 我更会觉得就VG这边 他们尝试出来一套新的中野阵容 就两个比较偏外的中野 对 没有打算效果 因为现在就很多的队伍都会在说 现在中单的优先提高的是什么 卡牌加里奥可以支援到边路 可以把前中期的节奏顶住这样的英雄 可以配合打野做事情 但如果你中单一旦太偏发育的话 这个时候需要你队友出来顶节奏 但是这场VG明显是选择着夏二双组来顶 但是他们如果一旦崩的话 整个局势就有点翻不过来了 而且前面让出去太多资源 就导致对方利用资源 可以尽早地跟你接团 然后很有可能你扎展上装备还没成型 或者说你队友已经支撑不住的情况下 你要强行打团了 是的 往前预判了一点点的Q 正好预判到了iBoy取笑回程 往前走的那一步 这场iBoy游戏体验极差 我不想被金身 但是我没办法呀 看这熊 大巴掌拍在脸上 这把真的巴德前面发挥太独色了 这个Q 而且其实VG这边三楼他们没有选择把卡牌抢下来 我也算是比较疑惑的一点吧 因为卡牌这个英雄现在不管在哪个赛区 他的发挥都太亮眼了 可以单带可以打团可以抓人 这算是比较完整 除了前期对线能力会有些弱以外 然后打团可能没有 在劣势上要打团没有那么强 这可能是唯一的问题 对吧 你不想说劣势要是个发条 还有很大作用 但是你给Night这种英雄 我觉得他一定是这样玩的呀 对 这英雄就是比较拼一些 但是他就是收益会更高 可以 这波雪子哥也是展示正确的肉身开团方式 把对面所有技能全都打出来 深入敌后 又敌深入 又敌深入 对面深入敌后了吧 对 在这一场感觉 加战人这个英雄 确实他的一个技能不太容易命中 几波大招都是直接被套拨直接拉开了 而且有一个 就是说他这个推线没推过卡牌 可能他这个作用也就没那么明显了 对吧 是 哇 这落地一张黄牌直接半血 配合让巫妖 这边也是想杀个加战人 顺手把这边艾波给杀了 艾波爱这边是直接被熊闪现拍脸 一张牌就带走了 没什么办法 嗯 他自己确实也分不开 经济再给自己做一个头戴了 那这场比赛过后 哇 全员的支持率都是由涛博这边领先啊 艾波爱这边是有28%的支持率 好 也是前三名 Jack Lab 预言家和Night 感谢所有为这个喜爱的选手打call的 是的 感谢大家 嗯 那这场我觉得真的可以给巴德改MVP啊 没什么问题 对我也觉得可以给他 关键控制 关键开团 然后开团 几乎全都是他 然后技能命中率很高 对 对巴德一看实在 因为巴德这个英雄 其实我今天刚才有个冷知识 巴德这个英雄 在LP要算 我所有英雄 你胜率是比较低的 这样的吗 对就全 全所有赛季算下来 这个英雄的胜率其实是不高的 因为只有这个赛季 才慢慢的活起来 对 但之前也有很多人选 这开始出的时候是有 之前就是只有绿毛 一个人贡献了 赶紧80%的那个巴德赢的数据 果然啊 预言家 19次助攻 95%的这个 参战率 参战率 好高呀 他这个赛季第二次MVP 是 95的事业得分啊 也是 25分钟 其实这个得分算很高了 是的 很多人都说预言家 才是现实中的天道酬勤 因为 很多观众 其实之前也讲了 就是他是一个 很早就开始打职业的 打了好像七年了嘛 然后好像九七年生的 就是 终于登上了赛场 一开始的时候 表现不被看好 但现在越来越好 而且也是一点点 靠着自己的努力 对吧 现在成为了涛博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这场打完 淘宝应该会选蓝 应该会选蓝 我觉得照他们 现在这个打 不一定 其实选红的话 应该也可以 因为他们这场 在红的话 发挥也不错 而且Counterweight的话 确实也打出 一个不错的效果 刚才得到了一个消息 我们一位老朋友 要登场了 小胡 Metro下一场 是 披挂上阵 可以 淘宝也是主动选的 蓝色方 而VG选的更换辅助 换下小将 好 换上的是Metro小胡 我们少时休息 然后期待双方的 第二次对决 fans ну yes 我们